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需求说明书的 一些设计过程和编写过程 以及一个参考的格式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介绍一下程序的设计 那程序设计呢 包括数据库的设计 和咱们呢 真正的程序的一些开发设计 那数据库设计呢 和程序设计呢 其实呢 它俩 通常都是并行进行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也是会把它猜出来的 那猜出来呢 先洗哪 后洗哪 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那 这里边呢 我们先以 数据库设计为主 那我们看一下 在讲 数据库设计 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 为大家出的一个问题 你看一下 做一个用户订阅杂志的项目 那需要在买色个数据中 保存的数据包括 这些用户名 用户编号 用户手机 用户通信地址 用户邮编 用户杂志 杂志名 杂志种类 还有用户订阅杂志的编号 这是 假如说有一个项目需求 是这样的 就像你做一个用户去订阅杂志 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给我们提供的数据字典是这个 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是这些东西 那现在要问了 写一个色个语句 创建你认为所需要的表 那其他的咱们先不看 其他的都是咱们数据库讲过的 怎么去给表明的 咱只看设计过程 就是 创建你所认为需要的表 看下这个问题 创建你所需要认为的表 那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数据 在设计数据库过程中呢 我们得到的用户需求已经明确了 就是用户订阅杂志 直到这一个功能了 直到这一个功能了 也直到我们要保存数据是这些了 那怎么能形成表去保存它呢 把这些建一个表 还是建多个表 那多个表又是什么关系呢 所以呢 设计数据库是有一个步骤流程的 那分为概念设计 逻辑设计和 比如说 概念设计就是概念层面上的 一会咱们会具体详细讲 那咱们先不按这个步骤来区分 那他主要按什么呢 按概念设计中 比如说第一步 我们最需要找的就是先什么 先从这个数据字典里边 和分析用户需求里边 虽然简简单单一句话 咱们先要找实体 先要找实体 什么实体呢 那实体就是要存储的数据对象 就是你真正的用户系统要管理什么 那用户姓名是实体吗 杂志编号是实体吗 或者杂志种类是实体吗 这些都不是 这些只能说某个实体的一个属性 大体操作的对象 那这个用户订阅杂志 那我的实体肯定就是两个 一个是用户 一个就是杂志 这叫找实体 就找通过数据字典找到 用包括哪几个大的东西 有的时候可以把实体合并 也可以把实体拆分 比如说用户信息 如果很多的话 可以把用户的基本信息和用户的 比如说用户的通信信息 这些东西呢 给它分开 但是呢 咱们说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它去分开 尽量将数据看成一个整体 所以就把这些数据字典拿过来 把它清除整体 那它会形成两个整体 一个是用户 一个杂志 那我都说了 那现在有的用户就开始建表了 建一个用户表 一个杂志表 这里边问你是建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表 所以第一步找实体 第二步呢 找属性 找属性 因为只有属性才能代表这个实体 所以用户 它有哪些属性呢 你看 用户它有用户名 用户编号 通信地址 还有用户邮编 那这些属于用户的属性 有用户名 用户编号 用手机号 还有什么 用户通信地址 还有用户邮编 这些属于用户实体的属性 那杂志 它有什么属性呢 杂志它有什么属性 那就是杂志编号 杂志种类 用户定义杂志 这属于杂志的属性 还是属于用户的属性 现在还不确定 所以先不用去管它 有杂志名称 杂志编号 杂志种类 当然了 如果要按照咱们前面分类说的话 那杂志种类 现在咱们就假设它是存一个名称 不然种类 咱们在设计的时候 还得是一个种类表 杂志有在不同类里边吗 那个当然那就不用考虑了 所以现在就确定两个实体 实体的属性确定下来了 那第三步 当然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画一阿图了 后边会介绍 什么是画一阿图啊 就是实体和关系图 那第三步呢 就是什么 找关系 找实体 找属性 找关系 看一下 用户定位杂志 那这两个肯定是有关系的 那关系呢 分三种 一个是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是一对多的关系 一个是多 对 多的关系 这三种关系 可以把给关系起一个名字 那用户订阅杂志 这种属于什么关系 是一对一的吗 如果是一对一的话 那就是一个用户 只能订阅一种杂志 或者说这一个杂志 只能被某一个用户去订阅 相当于生产一个杂志 如果出版一个杂志 就为某一个用户出版的 有一千个用户 就得出版一千个杂志 那这是一对一的 但这个显然意见是不符合的 但是如果是一对一的关系 那只要是两个表有关系 一定会在一个表存另外表的键 一定会在一个表存另外点的变 另外表的那个一个主键 那所以说一对一的关系的话 这个存的关系键 在哪个表 哪个表都行 如果是一对多的 比如说一个用户 能订阅多本杂志 一个用户能订阅多本杂志 那这个杂志 就是多个杂志 对应一个用户 那关系的键 关系的键 一定要在什么 多标的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找到实体了 画出图了 知道一对多的关系 那就知道这个实体里边 比如说杂志 现在假如说是一对多的 那这里边还得有一个属性 就是什么 就是用户号 用户号 因为知道关系的话 你才知道多存的 关系键应该存在哪里边去 那最后 如果是多对多的话 那这个表 恰巧是多对多的 一个用户 可以订阅多本杂志 一个杂志 可以被多个用户订阅 那这按照这个设计的话 那它属于什么 如果是多对多的话 那键该怎么存呢 用户里边 存杂志的 好 杂志里边存用户号 看下这样 如果这么存的话 那用户量会大量的冗余 所以是多对多的关系 一定要记录一个特点 什么 再创建一个表 怎么的 只存 关系 所以我们这话 要多来一个用户 另外一个表 不是在这会儿存杂志号 对于这个分析 也不是存用户号 你需要存的是 用户 杂志 然后这里边有用户号 和杂志号 所以 是多对多的关系 需要再有个表 这个就属于多对多关系 所以并不是说 你找到实体的 就是找到表了 找到属性的 就找到字段了 不一定 因为你的确是一个实体 会映射成一个表 对吧 但是呢 多个实体之间 如果是多对多关系 还会新出现新的表 然后呢 你找到属性了 如果有关系的话 那么还会把关系 按关系 才会多一些字段 也是多一些关系的属性 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 写一条四个 也就创建你认为所需要的表 那你就知道了 有用户表 杂志表 用户 杂志 这种关系的表 所以需要你创建三个表 这就是咱们分析得来的 所以呢 数据库呢 是有一个设计的 一个体系的 但这个体系 有的时候 你要专门学数据库设计的话 会很复杂 咱不能在一节课之内 就把它说完 有可能 咱们就是 班级讲课的时候 有可能也得用 一周时间 才能把所有的细节 全设计到 因为里面设计到 很复杂的东西 但数据库 又是项目中很重要的 那咱这节课呢 主要是让大家了解的一个 数据库一个设计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规范 好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有了需求了 有数据字典了 怎么逐渐形成的一个这个 那咱们就按照 数据库设计的一个 标准规范 但这里边呢 我用的大部分都是简写 因为我要想把数据库的 所有设计写权 那有可能数据库设计就占 整个系组PP那么厚度的书了 所以这里边都是写了一些 尽量抽象实用的东西 那跟咱们需求说明书差不多 前边呢肯定有这个 然后 有版本 然后下边应该有目录菜单的 像引言的东西 咱说了跟实际开发东西 你借不上力 但是写标准的文档 你得有这样引言 就是为什么 就跟咱们那个 前面那个需求分析 那个第一段盖钥匙一样的 所以这话 我在引言这里边 重点是说 数据库设计的重要性 比如说 在使用任何数据库之前 都必须设计好数据库 包括要储存的数据的类型 数据之间的关系 以及数据的组织形式 那数据库设计就是针对一个 给定的应用环境 构造最优的数据库的一个模式 那 你可以玩看 在咱们下面中 总共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资源 这正是内容管理系统的核心 为了合理的组织高效的存取数据 那目前的最好方便就是建立数据库 这是引言把数据库引出来 因此呢 在数据库 系统设计阶段 那数据库建立的设计 是一项十分兆的内容 由于数据库呢 应用系统的复杂性 为了支持相关成员的运行 数据库设计就变得异常的复杂 因此呢 最佳的设计不可 一阻 一阻耳旧 而是 而只能是一种什么 反复探寻 足部求精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规划 和结构化数据库中 数据对象 以及这数据对象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过程 那咱们 有数据库设计这文档的编线 目的是干嘛呢 咱说了 如果是你是一个成熟的程序员的话 成熟的程序员的话 有可能说 你直接看到需求 就大概马上脑子里就有一个 数据库表结构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写什么文化就先建什么表就可以了 对吧 当然了 对于你一个 你很陌生的一个业务流的一个情况下 你通过用户给你的需求和数据字典 你很难判断出该有什么表结构 所以就得经过一步一步的设计 才能最终形成你想要的表 所以呢 整个这个文档的真正目的就是按照步骤最终形成表 而不是说一眼就能看到出来了 你要知道是什么表结构了 干嘛要写设计过程了 你直接形成一个表格式的数据字典 标示一下表表的表这个表是干嘛的 每个字段是干嘛的 关系件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冰写的目的就是数据库的整体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这里边我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成功的管理系统 不管是论坛也好 商城也好 你看 百分之五十是业务 就是用户操作那个流程 百分之五十的是软件所组成的 而百分之五十成功的软件 百分之二十五是数据库 百分之二十五是程序 因为你数据库表设计的不同 那你程序的写法就会不同 所以呢 数据库设计在咱们程序开发的比例占一半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数据库设计的好快是一个关键 如果企业把数据库比作生命所需要的血液的话 那么数据库的设计就是应用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根基 在咱们系统的需求分析和系统概要的基础上呢 对数据库进行分析和设计 这下边就是一些文档式的那些关话了 以什么维计同时呢 什么什么维护说明等等等等 这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咱们编写目的 数据库的重要性提示大家 那背景呢 就是为什么产生的 当然了 咱们背景就是因为我要做内容管理系统 肯定得有 对吧 然后呢 选用的数据库的版本 客户端的工具啊 这里边都可以提出来 这边写了一个柱 就是柱不是说写这个文档的 而是教你怎么写文档的时候一个柱 在设计数据库说明文档范围只生于什么什么这个成员 参考文档 那定义呢就是几个定义一个CMS一个压图是后面当讲重点那设计这个参考了什么文献 还有外部实体的一个设计你看外部实体设计呢就是研究和考虑所需要建立数据库的一些信息环境对数据库应用领域中各个信息呢要求和操作要求呢进行嫌随的分析就是不是数据库内部的东西就是数据库外部的整体环境 比如说你对建立数据库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 然后呢了解这个行业内的数据项数据之间的关系 这是外部设计跟本身你用的操作系统的数据库是根本没关系的 比如数据库之间关系和所有的数据操作详细的要求了解哪些因素对时间的可行性啊可靠性啊影响 对吧就数据库之外的一些东西先去分析这外部设计 比如说数据库在建设的时候标识和状态 那咱们数据库表的前缀呢都叫这个用户名是这个密码是这个权限的先开发阶段全是全部 有效时间的就是开发阶段这块 然后呢系统正常发布以后呢可能更改数据库用密码 请在统一的位置变运数据库连接自乌串 这是一个要求 在使用其他程序比如说用PRP连接或者什么时候用的时候 你看主要利用PRP前端开发工具 使用MySQL作为后台的数据库那另一次Windows都可以 那一些约定的就是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一些限制嘛 比如说所有的命名一定要具有描述性杜绝一切拼音 或拼音英文的一个混杂的一个命名方式 所有字符集都用UT28 然后呢所有数据表第一个字母 都是系统内部使用的主件列 自动增长的就所有的第一个字段 你都叫ID自动增长就可以了 你看 然后呢除特殊说明外 所有的日期格式都是整形的 无事兼值 除特殊说明外 所有字段默认都不允许唯空 需要有默认值 所有的普通索引的命名都要是表明加上 要加索引的这个字段名的组合 例如用户表中的名字段 假如想接索引的话是这个 然后像所有的 还有像一些约束 像所有的命名 自己命名的东西全要小写 所有系统的关键字全要大写 也可以有这样要求 那外部实体就跟数据库本身没关系的 那支持的软件呢 比如说操作系统啊 数据库啊 浏览器啊 灭烂汉工具啊 等等等等 那其实外部设计这块无所谓了 就是一个 你只要照着这个格式去写一下就行了 按照你这个要求 最主要的咱们是结构上的设计 数据库的结构设计中 有许与多多需要考虑因素 如数据库的背景啊 应用环境啊 等方面都需要有深复的了解 只有一个对所有这些因素 怎么的 都很了解的数据库的设计专家 那他设计的数据库呢 才能易于使用和维护 并且呢 具有高性和一致性的特点 那虽然这样只对数据库设计过程 有一个一定的了解 但是呢 仍然有助于读者 了解和掌握这个circle 下面呢就不念了啊 你看 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就是概念设计 概念数据库设计 概念数据库的设计呢 是进行什么 具体的数据库设计的第一步 那概念设计设计呢 好坏直接影响到 逻辑设计库的一个设计 影响整个数据库设计的好坏 在咱们系统的分析阶段 就是写分析说明书的时候 我们得到系统的一个流程图数据字典 前面咱们看到了第一步流程图数据字典 就是每个模块里边输入的那些数据 那些我们都可以成为数据字典 就是什么东西要保存 什么东西要处理 那些数据或者数据卡片 那些指的是那个数据字典 那现在我们就叫结合数据库规范化的理论 用一种模型 将用户用记者用一种设计的模式或者设计的模型 将数据要求明确的表示出来 那概念设计的数据库设计呢 易于转换为逻辑设计库的模式 下边呢都是一些特征了 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最先找的就是先找实体和属性的定义 也就是通过前面的需求分析 我们去找实体 通过前面的需求分析的话 因为需求分析咱们课上没给你相应念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视频的时候 最好先把咱们那个需求分析 细说PBR书上的那个需求分析 你好好读一下 看一下都有什么功能 或者是先把那个软件装一下 不是下面装一下 你好好先看看需求 所以通过那个需求分析里边 我找到了 我要操作的对象大概有这么多 我要管理的东西又有这么多 所以这些就是我要找的实体 比如说有什么 有相册有栏目有图片 有文章有缓动片 有评论有用户组 有用户有站内心有公告 有有前连接有动态 用户动态就是因为一个好的软件 都要跟踪用户的实时的操作 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记录 所以动态虽然不是名词 但是它可以是表示用户的整个操作过程 所以它也是记录了一个实体的东西 所以咱们要求的实体呢 有这么多 看一下 然后画实体图 实体就是一个矩形 中间用名字标识 这就是实体图 EA图 E就是实体 A就是关系 实体关系图 那比如说我找到这些实体了 那实体图很容易画出来 那下一步去找属性 每一个都找属性 比如说文章这个实体 那我通过前面的数据字典 用需求中提供的录入的时候 文章都录入哪些 那根据这些用户提供的数据 分析出来 文章我需要管理的数据有哪些 有这些 那么它的属性 我们应该设置这些 属性应该设置这些 但是这里边你看一下 没有什么 没有文章所在的类别编号之类的 因为你只有找到它和类别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一对多的关系 才能确定 我这里边得放一个关系键 才能把那关系的属性 比如说类别编号 放在这里边来 我到这里边不放 那栏目属性有这么多 那这里边下边就简写了 你看由于篇目有限 这里就列出了实体的简单属性 如果你真正找的话 你就根据数据字典 先把这些数据都划分成多个实体 然后把属性都列出来 然后画出什么 属性图 因为你知道实体了 也知道属性了 那就是属性就是用一个圈 椭圆来表示里边标上属性名称 然后实体和圈之间和对椭圆之间用实线相连 这就是实体的完整的图 一看到文章 我一看那图就知道文章有这么多属性 当然有的属性还可以用其他的去描述 比如说假如说一个用户的有联系方式 那联系方式有email的电话有QQ 那有可能属性再连接其他的属性 那就是越来越复杂的一些画法了 属性上面还可以连接线 在画为属性在画属性 那将来的形成表的时候 有可能这部分那就形成再形成一个实体了 联系方式有可能在是实体了 有可能那么去设计 那对于每个实体呢 都要确定主实体 上面有实体了 那什么叫的都要出于主属性 什么叫主属性呢 实体中主属性实际上就相当于表中的一个主件 所以呢 只要有主属性的话 那么咱就在下边加个下滑线 这样的话这里边属性 哪个是最主要的 在下滑线的 是这样 这是主属性 实体文章编号作为主属性 这是咱们定义成 把它定义成主件 就可以了 然后一哈图的绘制 前面咱们简单也说了一下 有土原的实体 你看咱们这代表实体 这是代表属性 用实现相连 这代表件属性 也就是咱们说了 有主件的那个 这代表关系 那单个实体都画完了 你就是两个两个之间去找关系 两个两个去找关系 然后再合并 比如说 丫头那个原理 你倒是得小心看吧 比如说相册和图片 它俩呢 就有一个属于关系 图片属于哪个相册的 图片属于哪个相册的 而且呢 是一个相册里边装多张图片 那是一个一对N的关系 一个一对N的关系 那假如说 图片 这是图片 图片假如说跟文章 跟用户 比如用户头像 也是在这个实现里存的 那里边呢 还跟用户有关系 所以呢 跟用户再单独画一个 假如说跟用户有关系 再跟用户单独画一个 然后两个合并 合并的时候 就有一条线再画下来 假如跟用户有关系啊 然后合并的时候 相同的字段 那就是冗余去掉留一份 那不相同字段 那就全留着 那就一部分跟相册去存东西的 一部分跟用户存东西的 这去合并 所以呢 画一家图的时候 你看 能作为属性的 尽量不要作为实体 因为有的时候 能作属性 作为实体 就意味着多出一个表来 对吧 能作为属性 尽量不作为实体 作为属性元素 与所描述的实体之间的联系呢 只能是一单的联系 属性和实体之间 那作为属性的数据项呢 不在于其他属性价位描述 当然这是属性 刚才他说的那种描述方式了 这是用户组和用户 也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然后你看属性 在关系上也可以有属性 比如说用户和战略信 那用户和战略信 那发送时间和接受用户 这个 你写在哪个里边 不太好说 就看咱们后期合并的怎么办 但是这是在发送期间的时候 有一个职接受 有发送的时候 有个发动时间 像这个放到哪个里边 那就看 你后期在关系模式的时候 怎么设计了 还有栏目和文章 对吧 文章下边有评论 多个句话 有关系的一个组合 最后再完整的组合 当然如果相比比较大 大家可以按大的应用 或大的模范去组合 组合成一个 那通过这个就能看出来 所有的实体 所有的属性 以及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建属性 都能看到了 就像这样的图 如果没有关系 像有情联集合公告 他不用关系的话 那就单独化 那其他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这里面没有一对 没有多对多的关系 都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关系 大部分都是 一个一对多的关系比较多 那这些就是概念设计 形成的这个图 指定关图 那有了这些图 那我就一个实体 建个表吗 还不一定 我们需要怎么办 把这些再确定成 关系模式 你看 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先规模下 概念数据过的设计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实体和关系模型的建立 简单总计下 实体关系模型建立的步骤 对需求进行分析 从而确定系统中 所包含的实体 刚才说的步骤 分析点出每个实体 具有的属性 保证每个实体 有一个主属性 该属性 可以在实体的一个 属性或多个属性的组合 主属性的必须能 唯一的描述每个记录 这是咱们确定 实体确定属性 确定主属性 就是主件 然后确定世界 之间的关系 一对一一对多 等等等等 然后经过这些步骤后 就可以汇出这个一阿图了 之后呢 再看看数据的需要 判断是否获得了所有信息 是否有遗漏等等 那可以根据一阿图 进行修改 添加或者删除 实体与属性 你就记这几个步骤 这是给你总结的几个要点 前面有点太啰嗦 但是形成这种文档 其实这文档 当时写的时候比较矛盾的 既想教你怎么去写 又想给你一个写好的一个案例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矛盾 如果这只教你怎么去写的话 那就是跟书上很多那些教材是很像的 如果要想写出一个案例来 然后又怕你们不知道这个地方具体该写什么 所以是两个东西一个结合点 所以就很矛盾 所以这块下边加了一些总结 其实在你真正做一阿图的时候 像这些总结对成员帮助有必要吗 没什么必要 如果是他会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不用写的 所以咱们这个矛盾点就在于 既想教你怎么写 又想给你个参考案例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然后全局的一阿模式的一个优化 你看就对上面的一些优化 得到全局的一阿模式 就这个图后 然后呢 为了提高数据工的效率 还应该进一步的依据处理的需求 对于一阿的模式进行优化 一个好的全局一阿模式 除能够准确全面的反应用户功能 存储的数据之外 还有满足下的条件 实体类型的个数要尽可能的少 也就是能用属性存的 咱别用一个实体 对吧 所以呢 看实体的个数是不是竟然少 实体类型所含的属性个数 也是尽可能的少 既少还能存明白 这是最好的 实体间 联系 无冗余 比如说 栏目和其他的 从 在混合的时候 有些冗余数据一定要删掉 你不能这里边存的数据 当然 那在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前面我仿佛跟大家提过一件什么呢 数据库设计的原则是按照数据库的第一范式第二范式第三范式那么去设计的话要求你完全不能有冗余 但是完全不能有冗余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在哪呢 你会 获取一些啊 你相关的数据的话你会从四五个标四五个标里边一起取数据那从四五个标里边一起去出去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 关联这种操作所以不好见 或者见了不好使 然后呢还会出现每个表一起锁上的问题 所以这都是项目到后期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常出现的问题 所以呢咱们在平时涉及的时候呢 有一些必要的冗余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想要稍受一点冗余有可能数据原来是从四五个标里去就变成从一个表或者从两个表去取数据 所以实际开发和理论的东西会有一些差距的 远近优化 那概念设计就是在概念层次上没有具体实施我去创建库创建表啊或者形成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对吧 参考的一个模式去形成了一个东西 那概念设计完之后到逻辑设计 这块下面写一个逻辑设计的一个任务 逻辑设计的任务就是把概念设计建立的压图 概念设计最终要输出的就是压图 那逻辑设计呢就是 因为这个压图不是说轻易得来的 是要你你大量的分析用户的需求和用户怎么的 他的数据字典就是他要存的数据 然后一点点整理成实体整整的属性才能画出来了 还要处理好这个一对一对多的关系才能形成的 所以不是说那么轻易就得到的 那到逻辑阶段就是把你上一阶段得到的这个压图 怎么呢 建立基本上按照选定的内容系统的一些软件支持的 一些数据模型转化成相应的逻辑设计模型 也就是将实体实体间的关系等模式转化为关系模式 也就是生成数据库中的表了 并且确定表的裂了 这不就逻辑上了吗 对吧 但是你要这块你要确定的表确定列了 那你就得得到具体的数据库迅动支持 因为前面概念设计的话 你不管用二个数据库还有MySQL数据库 你都不用管 设计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都是相同的 但是到逻辑设计的时候 你把它的概念东西具体实体化了 那概念东西想具体实体化 那你就得针对MySQL 有MySQL创库创表的一个步骤 那ARCO有ARCO的创建 ARCO数据库的创建库创建表的一些步骤 所以呢都是不相同的 那咱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你要将EA图转换成选用的DBM产品所制的数据库 符合模型 那咱现在选择肯定是MySQL数据库了 所以呢围绕就会围绕MySQL数据库 将那些实体转成具体的表的格式 而不是针对ARCO去形成的一个表的格式 那过程呢就是将概念结构的转换为 现有的DBM知识的关系模式 从功能和性能要求上 对转换的模型进行评价 看是能满足用要求 对数据模型进行运化 首先呢就是ARCO的关系模式转化 看到刚才咱们那个 上面实体的关于图的技术上 将实体和实体之间的联系 转换为关系模式 有下边几种原则 一个实体肯定转换成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会对应成一个表了 一个实体会转换成一个关系 那实体的属性就是关系的属性 实体的码就是关系的码 你把关系看成是表 一个实体转换成一个表 实体的属性就是表 就是表的属性 就是表的字段 实体的码主件 就是关系就是表的主件 就这意思 那一个联系也转化为一个关系 那联系的属性 即联系所连接的实体码都要转换为关系的属性 就是表的属性 但关系码会根据关系的类型变化而转换 看前面说的 如果是一对一的关系 那两端码 也就是在哪个表里边建主件 建那个外件都行 一对多的在N端件 多对多的 刚才答应说了 在哪怕 单独再形成一个表模式 当然它上面表没有一对多对多的关系 所以咱们上面根据前面的算法 压图中一共有12个实体类型 可以转成12个关系模式 如果12中有几个是多对多的 那有可能转成14个15个关系模式 也就是14个15个表 那关系模式最后总体确确定 你看一下 相册有相册编号 上级相册 复级相册 这个图片有图片编号 什么类别编号 你看图片有个类别编号了 咱们在上面画图片实体的时候 找一下图图片 你看水银状态 图片名称 图片编号 没有类别编号 因为相册一对多 n端 所以它属于多端的话 那你就是再加一个属性 得存一个相册的编号 如果要不知道是几对几的关系 你就不知道这个相册编号是 是这里边存图片编号 还是这里存相册编号 现在能确定是一对多 那转化成关系模式的时候 在图片这个模式的时候 关系模式就变成了 你要把多的一端加上那个外界 这就是这个意思 图片 编号 然后分类也是一样 上级分类编号 然后看到这个了 基本上就看到表和里边字段了 以及就确定了有多少个表了 以及确定了字段都存什么了 和表和表之间的外界是什么关系 也都有了 这就是关系模式 确定关系模式 然后再销出冗余 因为这个模式 做完之后 有的可能说 咱们前面在整理数据属性的时候 两个表存相同数据了 比如说 用户表里边也存用户信息 也存用户的年龄了 那用户信息表里边也存用户的年龄了 这就是冗余数据 那所谓冗余数据就是指 可由基本数据导出的数据 冗余的数据呢 是指可由其他联系导出的一个联系 和冗余联系呢 冗余被破坏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因为冗余数据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破完整性的就给数据库维护增加困难 所以应该消除 就是把重复的东西全部单独建表也好 或者怎么去处理也好 再去处理一下 看有没有重复的数据 基本上是怎么去消除有名 比如说一个字段 如果横着存三个相同的 或者是不定长的相同的 那都要再建一个实体 然后上面完事之后 这些是已经到这种 关系模式 这种逻辑结构已经设计完了 针对表设计的 确定了这些表 然后物理设计 那物理设计 那就是真正真正的是全部形成了 那数据库的设计最后阶段 确定的是数据库物理设备上的存储和存取方法 也就是设计数据库的物理数据模型 主要是设计表结构 因为上面你只知道什么表什么属性 那表结构的一般设计 那就实体对应表 实体的属性对于表的列 实体之间的关系 进行成表的约束 那逻辑设计中的实体 大部分可以转转成物理设计中的表了 但是呢 它们并不一定一一对应的 咱们这个采用MySQL建立 看一下这个过程 根据上面的需求 用户需求分析 形成这样的 利用MySQL创建一个新的数据表之前 应当 根据逻辑模式和数据字典的分析和设计数据表 描述出数据表中的基本表的一些设计 需要确定数据表的名称 字段名称 类型 宽度 以及建立的主件 外件 描述等等 那咱们说一共有12个数据表结构 那就分别设计 你看 形成这样的 根据表 咱们前面设计的是相册表 那相册表 当然就会设计的成一个表明 BRO为前缀的这个表 那功能呢 这样跟需求 你就可以写一个 用于保存这个技术 表演情是什么 字符集是UTR8的 当然这样每个字符集都是UTR8的 然后呢 把那个字符是它的 咱们设计出那些属性的说明 那它的列名 咱们启名 叫这个 数据类型是这些 然后呢 属性是这些 约束条件这些 然后普通说明呢 是负极路径 保存了所有顶层路径 使用这个去分割 等等等等 所以根据刚才那关系模式 咱们就可以12个 就可以实现这种12个数据字典 每个说明 所以看到这个了 也有这种说明了 基本上照着它就可以 把表 见表语就是给敲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 然后我们创建数据表 表前缀 根据前面那个12表已经有了 照着这个 或者是以后 呃 程序中表有加字段 减字段的 这里边也要加减 随时跟着同步更新 那这里边都写的很明白了 如果你会创建数据库语句的话 完全可以敲出色合语句 那下边也有这些 但是所以呢 所以的是后期优化的时候加上的 所以你刚设计的时候 因为你还不知道 你要写什么样的色合语句 所以你就不知道哪个字段会作为查询条件和排序条件 所以你就不知道哪个创建的索引 所以索引一定是在什么 像这个 这里边设计的时候 这是 程序开发完后期在维护这个数据库设计说明书的时候给它加进来的 外件普通索引加的 因为你不写什么样的色合语 色合语句没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再去怎么加索引 也不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色合语句 所以索引是后加的 不是说设计的时候 我就能想到索引 因为索引可以提高查语速度 但是呢 它会降低增上改的速度 对吧 只要是带 索引俩字的 主件也好 V1也好 还有普通税号 都是为了提高查语速度 只不过主件和V1是用标识用的 对吧 然后数据表的录录 那再有就是咱们在根据项目的需求分析 前面那个需求分析 那知道 你数据表在创建成功之后 咱们需要默认录入几条数据 比如默认得录入一条组的信息 默认得录入一个管理员 录入一个组合权限 为什么要这么录入这俩呢 因为你央表中央系统默认得有个权进去 它得改自己的权限 或者加一些用户 如果默认后台连用户都没有 咱们后台也登不进去 所以根据设计的话 咱们必须先创建完表之后 先有权限 录入权限和录入表 录入一个用户 超级管理员 录入一个超级管理员所在的组 这些是先要需要录入的 然后安全和保密信息呢 就是安全用户登录之类的 然后完整性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数据库设计的一些主要问题涉及到了 所以数据字典呢 物理设计啊 这大家都可以读一读 这就是一个数据库设计过程的一个几个步骤 咱们得总结一下 第一步就是说明性的 就是 你言部分说明性的 别写目的啊 定义啊 参考资料 第二步就外部实体的设计 就是跟数据库现在没关系呢 就外部呢 你在没说优众事业之前 你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表明前缀应该是什么 输入用密码应该是什么 这跟设计是没关系的 就跟表是没关系的东西 就都属于叫做外部实体 然后其他人员怎么调用啊 一些约束条件呢 支持的软件啊 那真正的设计是从这个结构设计开始 那从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就是找实体 找属性 画压图找出关系来 这就是最终形成的一个压图 要的是整体结构压图 然后下一步就是什么 压图就是逻辑设计 逻辑设计就把压图变成关系模式 就是相当于对压图上的东西 压图只是实体 转成关系模式的话 就相当于确定表明和属性 还有主件了 还有关联的关系了 然后通过这个再优化 最后物理设计那就是形成表了 所以三个步骤 概念设计 逻辑设计 物理设计 就能把一个数据库设计出来 当然这也咱们没想要说 只剩参考一下咱们数据库设计的格式 数据库设计的过程呢 是一条比较复杂的路 因为数据库的成功与否 之间影响到你程序是否能完成 它不合理 那你的项目开发的时候 就有一些困难 甚至做不下去 所以说 大家要重视数据库设计 这只是一个文档的一个编写 平时根据不同的需求 会有详细设计 因为好多公司 数据库设计这块呢 都没有走的流程 都是想当然说 我接了一个项目 大概就是通过需求里边 也是脑子里边过了一下 有哪些实体啊 它只不过 只留了一部分文档里边 就留了一部分 咱最后看那个表格 大概有哪个表 需要什么字段 每个字段干嘛的 所以它给开发组提供的东西 不像咱们这么详细 当然有的社区设计 比咱们这更详细 但我觉得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那最最差最差 您也得让项目组 一定有一个什么 一共有多少张表 哪个表是干嘛的 这个表有多少个字段 哪个字段是干嘛的 哪些是主件 哪些是关于字件 这些要标明清楚 这是最低的要求 不然都抽象 大概存什么东西 我现在用心件 然后也不沟通的话 那项目会越作越来 对吧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能在 带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多花一些精力 在哪啊 或者是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多花一些精力 好好琢磨一下 好好跟同组探讨一下 这个数据库 怎么能设计的最完美 只要你表设计出来了 程序真的就出来一半了 因为程序是围绕表写的 为表增上改叉 根据用户的采集 咱们挖掘一些数据出去 等等等等 所以呢 就让仓库建好 然后 才程序才比较稳 所以不要忽视数据库设计 好 那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介绍程序设计 好 谢谢大家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杰 死 一学 PAP 垂死 冰中 金做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扑上背 洛盈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连 不学校 处处 学 PHP 我在听愿做 李宁 在听愿学 西修 PHP 终于寻他 千百度 不让回首 那人正在学 PAP 是P PAP PAP 当作者 优优独播剧 有tera 你要订位 后院